北韓官方近日宣布 北韓军队今天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表示随时可能对美国本土 夏威夷 关岛以及南韩等地发动攻击 缅甸警方今天表示 缅甸再爆发新一波的社区暴力冲突 两间清真寺和好几十间民房遭到摧毁 乘坐飞机时看夜空 夜色应该很美 但大概不及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太空园 在太空站所拍摄的都市夜景照 出现由NASA拍摄的城市夜景 真是令人大大惊奇 看为观止 1990年开始连载的灌篮高手 在日本创下发行超过1亿7千万本的神话 之后以公本武藏为题材的浪人剑客 也大卖8200万本 坐酒井上雄艳 则已奠定神级漫画家地位 让现年46岁的他自自不倦 继续每周埋头苦干赶交搞生活的动力 就是不断往上走 他说没有了这个信念 他早已放弃做职业买画家了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